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文记载上帝已经指明通往圣城的道路 那个大叛徒却更换了路标 令树起一个假的路标 这个就是假的安息日 他这样说 我要和上帝对抗 我要授权给我的代表 就是世上的罪人 取消上帝的纪念日 就是第七日的安息日 告诉他们 上帝所定的圣日 而且赐福的日子 已经改变了 人不需要纪念这个日子 我要使人忘记这一日 用一个没有上天认证的日子 来取代它 这个日子 不再是上帝和人之间的证据了 我要使人类 接受这个日子作为圣日 来代替上帝所定的第七日 我要藉着我的代表 来高举我自己 第一日 将受到人类的尊崇 基督教将接受这个假安息日 为真安息日 我要使人不遵守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 从而藐视上帝的律法 我要将你我之间 世世代代的证据 转移到我的假安息日 这样世界就成为我的了 我将成为地上的统治者 世界的王 我要用我的权势 控制人心 使他们轻视上帝的安息日 世界的罪人 已经制定了一个假安息日 自称为基督教界的人 接受了这个罗马教皇制定的产物 不肯信从上帝 撒旦就是这样使人 和屠城背道而辞 并且指着这些跟随去的人 来证明不单止亚当和夏娃 接受了这个狡猾受敌的话 众善之敌已经转移了路标 将半夜的道路 作为幸福的道路 论文讲到这里 大家明天再收听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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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